2024年泰国大师赛 周天成和林俊逸 迎来了一场巅峰对决 作为台湾羽球的新老天王 两人在过去的每次交手 总是可以碰撞出激烈的火花 过去两次交手 林俊逸总是能够先生夺人 今天 台湾俊秀又是如此 声势浩荡 可惜的是 在决胜局中 林俊逸一度如同猛虎下山 占据了巨大优势 20比18时 他更是手握两个赛点 但遗憾的是 周天成老辣稳重 几度被打趴在地 愣是等到最后赢球才振臂高呼 宣泄兴奋之情 从实力来说 林俊逸已经具备强大竞争力 但是心态和稳定性上 还需要继续向师兄学习 周天成的往前覆盖 天网灰灰 全面覆盖啊 林俊逸一连续推拉掉杀 竟然把周天王戏耍得团团转 什么情况 双方的实力在伯仲之间 后场的控制拳将会是制胜的关键 林俊逸敢打敢拼 打法相对激进进取 但同时需要提防失误的增加 犀利的斜线进攻 周天成很快感受到了 年轻人给予的压力 连得7分 新的时代要降临了吗 从13到12到21比19 林俊逸连得8分 直接赢下了第一局 赢下了第一局 第二局出时 两人重新开始缠斗模式 果然 林俊逸的失误开始增加 逐渐落入了下风 连丢8分 局面瞬间变得危险起来了 coupled by啦 是意念得到四分之际底下 傑冬公司 办法相对来的 周天成打得有点过于稳重和保守了 周天成逐渐掌控局面 大比分领先 周天成的底线控制术 让林俊逸很难受啊 可惜了 林俊逸猛虎下山 终究是遗憾落败 林俊逸连续霸道得分 给决胜局开了一个好投 两人在往前的较量 想要成为一名超级巨星 细腻的往前技术也必不可少 连续抢往封堵 林俊逸气势逼人 这一局 两人的打法粗忠有戏 开始斗智斗勇 观感越发精彩 凭借年轻人的活力 林俊逸轰出6比0的小高潮 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 即将到来了 中文字幕提供 决胜局15平 谁能笑到最后呢 林俊逸的霸道杀球 再次把周天王打趴在地 林俊逸激动内海 距离胜利只差一步之遥 连续失误 有点伤不起啊 周天成振臂怒吼 激动地把球拍都扔向了天空 林俊逸领先了整场比赛 但关键时刻 以20比18拿到赛点 仍然被对手轰出了无比异的逆袭 从心态上 林俊逸还是过于急躁和冲动了 缺乏一点耐心和稳定性 不得不说 周天成真的是老辣